160,東方早報6月活外處餘額3.69萬億美元近一年減少3,000億美元 2015年7月15日財經金融A21早報記者陳月石雖然人民幣在已季度重拾聲勢 但外匯儲備仍然在不斷縮水 根據中國人民銀行、央行7月14日最新發布的數據 截至今年6月末,國家外匯儲備員額為3.69萬億美元 連續四個季度減少 相較2014年6月末3.99萬億美元的封值 短短一年時間,外匯儲備受薪了3,000億美元